你好 欢迎收看4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30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本土个案病例有15,033名 花莲新增了329名的确诊病例 花莲县卫生局局长朱家翔宣布 5月1号开始确诊个案必须要自主回报疫调内容 也请确诊的民众要配合疫情中心的规范 我们花莲今天的确诊个案数是329人 目前累计的病例是2816人 目前还有104个人在住院中 居家照护人数累计也有1431人 昨天一整天新增了178人 因为这个数字 昨天确诊是303 居家照护人数178实际上是陆续的 在这些确诊个案中在做评估之后 到居家照护的人数 所以跟我们的确诊的人数会有点不太一样 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刚才累积的人数是2816人 居格的人数是 曾经居格的人数是7746人 张晋晋指挥中心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布 从5月1号从明天开始 所有的确诊者 他要自己回报医疗系统 自己回报医疗系统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当我们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去快筛站 做快筛 或是你到医疗院所去做PCR 请你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 你确定 你要提供一个正确的手机号码 提供一个正确的手机号码 非常重要 因为呢 或许你留在健保卡上的手机号码 是好几年前的 已经被改变过了 或是你留在医疗院所的手机号码 也可能是好几年前的旧的号码 而不是最新的号码 所以 如果你这个做筛检 不管是快筛或PCR 如果它确定是阳性的话 它就会由系统上直接发一个简讯给你 你收到简讯之后 你就开始要回填 简讯中的那些内容 就是疫调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手机号码 提供给我们这整个系统的话 你就收不到你的确诊的一些资料 会使得你整个被确诊之后 到达我们卫生局 或是我们去关心你的时候 那时间会被延误 会被延误 那所以有些人说 奇怪 未来 奇怪 为什么我明明已经知道是阳性了 结果过了三五天还没有人来关心我 是因为你的手机号码是错的 所以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 如果你的健保卡 在健保资料库里面的手机 是旧手机号码 或是你在医院 比如假如在门洛医院 在实际医院 在布林化链医院 国际化链总院 你所留下的手机 还是好几年前的手机号码的话 请你想办法去更正 那或者是说 你在做完快筛之后 或做完PCR之后 请留下正确的手机号码 请留下正确的手机号码 给我们的医疗院所 给我们做筛检的单位 让我们能够帮你更新 要不然的话 你确诊 你会收不到任何的简讯